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呢 布莱德比特为了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 准备盛装打扮 那他有三副太阳眼镜 四套上衣 两件裤子跟五双皮鞋 那如果他随机在这四类物品当中 各取一个来搭配的话 则搭配的方式有几种 可以这是呢 明星的一个困扰 选项太多 当然啦 这边呢 为了简化 数字 所以呢 其实这个太阳眼镜啊 上衣裤子皮鞋的数量都不多 我们知道大明星其实选项是更多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算呢 我相信你的直觉一定是告诉你说 就是三乘四乘二乘五 然后呢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你算出来 这边应该是一百二十 对不对 好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算呢 的确答案是一百二十 没有错 可是我们其实要用更严谨的这个集合的概念呢 来思考一下 我们要用更严谨的这个集合的概念来思考一下 我们应该是这样想的 三副太阳眼镜呢 它代表的是一个A集合 比如说是这样子 那这个A集合呢 是太阳眼镜一 比如说我们写太阳眼镜一 太阳眼镜二 跟太阳眼镜三 有这么样三副太阳眼镜 那上衣的部分呢 我们叫它B集合好了 所以B集合呢 应该是所谓的上衣一 上衣二 上衣三 上衣四 上衣三 这边三呢写不好 然后呢 上衣四 然后再来呢 C集合呢 是这个裤子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的C集合 其实它的内容就是 裤子一 裤子二 然后呢 就是裤子一裤子二而已 裤子一 裤子二 然后最后D集合呢 则是皮鞋一 我们把它定名叫D集合 我们用不同的颜色 D集合 是这个裤子一 鞋子一 鞋子二 然后一路到呢 鞋子五 好 现在的重点就来了 其实它整个配搭起来啊 就像是这四个集合怎么样 它们积极在一起 所以呢 所谓的一个配搭方式 这个配搭 从集合的概念来看的话 它就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 A乘上B乘上C乘上D 也就是呢 它穿起来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呢 这个 太阳眼镜一 配上呢 衣服二 可能配上呢 裤子二 好 比如说配上裤子二 然后可能配上呢 鞋子五 好 所以其实 我们在算的东西啊 就是在算呢 到底可以有几种这种搭配 有很多嘛 你也可以是 太阳眼镜三 衣服一 裤子一 然后鞋子三 类似这样子 都是一个 那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我刚刚的三乘四 乘二乘五呢 其实是在算什么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在想说 我这种配搭的方式 四个集合的积极 可不可以就是 NA乘上NB乘上NC乘上ND呢 可以吗 那我们要回头看一下 我们之前学过的 乘法原理的积极版 只有讲过两个集合的积极 然后呢 可以变成这个 拆开来各数相乘 那现在是三个或四个集合的 这个积极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用吗 我们现在这里是不确定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问号 我们写一下这个地方是一个问号 那我们就想一下啦 有没有这么困难呢 其实没有嘛 我们来导一下 你就知道了 如果今天呢 是三个集合的时候 然后NA乘B 然后乘C 三个集合的积极 那我们知道呢 积极我们可以用这个 先把前面呢 夸号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NA跟B的积极 先把它当作是一个集合 然后跟C积极 之后不是就可以把它拆开 依照呢 乘法原理 就变成NA乘B的 这个积极 然后呢 再乘上NC 那前面不是又可以呢 再把它 怎么样 又可以再把它拆开来 OK 我们又可以把它拆开来 所以就等于N的A 然后呢 乘上N的B 再乘上N的C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是三个集合相成 我们就可以呢 三个集合的积极 它的集合的个数 就可以变成是 每一个集合的个数呢 去怎么样 做相成的动作 做相成的动作 好 所以你既然三个集合的积极 可以这样子做 你再推广到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集合 其实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稍微在这边特别讲一下 如果今天呢 是直接这样写好了 写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今天呢 是A1 A2 一直到呢 AK K一个集合的积极 的 这个集合的数量 其实就是 是A1 乘上 NA2 一直乘到呢 NAK 好 我们呢 可以把它推广成这个 N个 K一个集合的 这个 乘法原理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题目 讲了一大圈的意思就是 这个问号成不成立 答案是 成立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拿来这里擦掉 并且呢 大大的注明 这是成立的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写咯 总共的搭配方式有哪些 因为有三副太阳眼镜 有 这个 四件上衣 然后呢 有两件裤子 再来有呢 五个皮鞋 所以最后乘起来 就是多少 三乘四十二再乘二二十四再乘五 就是一百二 所以呢 就有一百二十种搭配方式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所以 积极版的乘法原理呢 记得 很重要的是 它可以 推广到 K一个集合哦